這飽滿的程度很像在吃海膽蓋飯 超主題肥的 馬上在嘴巴裡面化開耶 可是下次在我的口中一直這樣 活跳蝦 歡迎收看東京走著喬 我是偉恩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四家會在東京必吃的迴轉壽司 第一家要帶大家去吃的是位在澀谷的C500貨 火美燈利迴轉壽司 這家店很貼心是用iPad點餐 所以你可以從iPad直接來找 就是你今天想吃的東西 可以看到有分價格 然後有握壽司 然後還有手捲壽司 跟其他壽司可以選擇 如果你沒有做到像我們一樣有桌子的位置的話 就要靠這個菜單來點餐 這家美燈利也是CP值非常高的迴轉壽司 另外可以看到 因為它這邊座位數非常的多 所以翻桌率很快 不用等太久 要記得取完之後要按什麼東西 回去吧 一次點太多的下場就是這樣子 哇 真的要趕快吃辣福 等下就不新鮮囉 我這個看起來 這油脂真的不得了 真的 噢 超熱 一吃下去整個融化在你嘴中 我覺得它的脂肪吃起來 油花非常的溫潤 好吃 幸福的表情 噢 超焦你肥的 美燈的海膽日志 這海洋 仿佛感覺到海洋在我的口中炸開 真的沒有腥味好新鮮喔 噢 完全沒有腥味 這是高級的海膽 好吃 這次吃 特大的紅蝦 你看 多麼大 油夠大吧對不對 這個 有點難 難下口 這樣吃好了 好賣好賣 噢 看起來就好爽 這小子 感覺還活著耶 乾杯我來囉 這個又Q又軟 還可以吃到海鮮鮮甜的 好肥的干貝 我們這次點了豪邁的20盤 然後吃起來一個大概3500塊之幣 第二家要介紹的是 位在觀光勝利的Skytree 晴空塔的 Toriton壽司 現在在排隊中 照這個樣子看來 可能要排大概60分鐘 排了大概40分鐘 終於要到我們囉 今日特選的蝦 感覺真的很威耶 吃這個超大超級大的蝦 這個蝦很厲害 你看 它的蝦子吃起來 口感真的很好 就是 有點軟爛 但是呢 你又咬去那個蝦子的嚼勁 然後每一口咬下去吃下去 那個海的味道 那個蝦的甜味 一直滲出來 滲出來滲出來 有一種在那個 浮淺的感覺 對 就是蝦子在我口中一直這樣 活跳蝦 最後的乾杯來囉 哇 哇 化干貝 超級軟 屬於一種入口即化的干貝 我決定把它命名為 入口化干貝 你要上次好 這樣好像沒有 沒有剪血到 頭軟好甜喔 第一次吃到自己捲的 海膽壽司 吃看吧 這個海苔啊還蠻香的 海膽 整個鮮 新鮮的味道也蠻夠的 就是也是海味 十足啊 想要吃的是這個 中鮪魚肚 哦哦哦 紫色則 得了不得了 軟嫩軟嫩 而且 油脂又漸漸的在口中化開來 哦 好吃 鮪魚鮮鮮鮮鮮肉 它的鮪魚吃起來很Q彈 然後油脂也 也不少了耶 而且裡面有加的紫蘇 好香哦 第三家要推薦的是 位在民作的 TOKU PLAZA 樓上的回轉壽司 根式 HANA MARU 肉絲大餐上菜囉 現在我們先從 鮪魚的肚來開始吃吧 這個是 滿尾的Chu Toh 看起來就很厲害哦 新鮮的鮪魚優質在我口中爆發開來 不愧是一盤 SIGHT OF FIGHT 好我們要來吃的這個就是 看起來好肥的干貝咯 干貝GO 等一下等一下 爽嗎爽嗎爽嗎 超爽 今天都不好吃 第二次是很爽 好軟好甜 不真的吃了 太享受了 好壞 好快樂的一個菜式 干貝 是杯嗎 乾絲 干貝 我覺得他 他家店的醋飯 握得很緊實 有一點微微的溫度 他的醋飯不會過酸 反而讓你覺得有一點點 更 點出那個海鮮的甜味 打乾杯啦 完全沒有那個罐頭海膽的鹹味 整個海味 吃進去啊 有一個絲球般的口感 你知道 一般的海膽就比較便宜的啊 他吃起來比較新然後比較硬 他完全是絲絨一般然後 像那種雪糕冰淇淋這樣在你中化開 然後完全不行 滿滿的海味 超級好 最後一家要推薦的是 一樣位在 銀座的 微轉壽司酒廠 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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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杯子超可愛的 你看銀座 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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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電影是變種點的 所以你就把喜歡的東西寫在這邊 然後 貼心的地方是他這邊有 中英日三種語言 所以我怕會看不懂 這家電影雖然評價還蠻高的 但是並沒有像根斯哈拿馬路 或是美燈地在那麼多 然後他的座位也是蠻寬鬆的 所以做起來很舒服 來試吃這個盤 1000日幣的 超級飽滿的海膽 因為這個豪華海膽壽司實在太柔軟 所以我們就整盤拿起來吃 這飽滿的程度 現在是海膽改飯 我覺得這一家的海膽 完全不會輸給根斯哈拿馬路 它一樣也是非常的新鮮 然後海味很濃郁 而且完全沒有一點腥味 然後吃起來的口感 一樣也是有絲綢般的結構喔 這種是海老三罐 可以一次吃到三種不同的蝦子 那就來吃吃看這個了 來 加一點點醬油 超大的 這吃起來真的非常的鮮甜 而且口感非常非常的實在 來吃一下這個 蝦子已經切成絲 然後還加了魚卵 這個壽司啊 因為他加了一大片的紫蘇 所以呢我覺得那個紫蘇的味道 跟蝦子還有魚卵非常的搭配 這是貝類的三罐 你是可以吃到三種貝類喔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這個 超級無理大的起了個干貝吧 超級無理大的干貝吧 你看這個 干貝中的巨嬰啊 太可怕了 這個新鮮絕對不在話事 但重點是它也要很大 所以吃起來很滿足 就來試吃一下鮪魚 三罐中的O toro cluster 哇,我偷偷是我目前吃過的這幾家回傳壽司裡面的第一名 第一個,它的油脂實在太過肥了 已經接近比目魚齊鞭肉的那個肥度 然後它的柔嫩真的是入口即化 但是又保有一點點那種鮪魚肉的口感 真的是太好吃了 好,包補要吃包補最喜歡的比目魚齊鞭肉 這個啊,雖然脂肪也有 但是它其實吃起來還蠻有嚼勁,蠻厚實的 接下來試吃一下章魚 這章魚吃起來啊,柔軟中又帶有一點Q度 然後旁邊這個吸盤啊,咬起來都非常的脆喔 以上就是四家東橋推薦的未來東京必吃的回傳壽司 如果你喜歡東京美食的話 也別忘了去我們的頻道 看看有東京十大美食基站區的影片喔 我是偉恩,下次見囉,掰掰